主持要234-8 贏過的是1234號 入過Q的又有9號中寬少 第三名就是慶高載烈12號 上將跑得好的就是234 智有型美麗精神 長龍在燃和亞洲頭王 再數下去才能看到 遊行旗盛、領航全旗 Janny姐喜歡4號、3號、9號、2號 我喜歡4號、2號 我選4號、2號 4號就是上次贏了4個馬位 他好像很聰明 這次排檔又比2號更好 所以我覺得 4號好像 有利形勢都放在他那裡 2號、3號、4號很多人關注 2、3、4 很多人買 哪些是跟P1號 抽gressiner 6號人 3號、4號是1號 4號為什麼 5號跟P1號 5號有失敗 6號威神 上次氣管有血 中歡笑 上次第十 跑得好 但前次就是第二 氣管沒有血的時候 跑得不錯 這隻9號 中歡笑 希望他健康好 跑得好些 上次上將的走勢 就是 4號長龍再現 輕取 好像 贏了4個馬位 不過那場就是 欺威心贏了 現在欺威心就沒有出 所以就給了潘頓騎 3號這個美麗 精神巴道 巴道的表現都是普普通通的 上次6倍 跑第三個巴道這隻馬 3號仔 當然這次 要回到那些磅 重加30磅 3號仔 6號仔 3號仔 3號仔 這隻紅色沒有藍色的衣服 這隻紅色的衣服 上帳都贏得不錯 贏了1-2馬位 梁家俊的位置 盪位就是吃力一點 跑1600米 草地 要跑很多路程 對比起長龍再現來說 7號 紫色白色7號 亞洲騰王馬亞 馬亞上帳跑第3 亞洲騰王上帳10倍馬亞跑第3 年年有餘 我真的不滿意跑法 從未參與競逐 上帳這麼厲害 12號 輕高采烈波 說波件事很沉寂 一檔 上次田泰安跑第5 12號拍著這隻 輕高采烈波件事 現在紅燈亮去準備入閘 第6場賽事 四班千六 這場四連環四重賽那邊 有80萬多寶 好了 見到晚北龍村旗 宜昌永區 對 大二門 長龍再營 順利 宜昌永區 福朵 然後亞洲騰王 最後入閘 又在騎城 剩下三隻馬 那我們早一點 交給閘錢 好,亞洲騰王,福朵,最後入閘,又在其成。 全部馬不準備,妥當六場賽事來到四番千六米的路程,大燕,是四。 王奇舉, 長龍賽二,慢了一閘,六三的尾二,暫時是高彩烈,前面快的馬有這隻美麗精神,中間眾歡笑過了它,外面亞洲騰王搶上去放,第四位的馬,外面藍衣紅帽,至有型,內蘭還有雲彩飛揚馬,中間淺藍衣,領航傳奇,大面枯那一匹,中間位置還有逍遙區,在後面的馬,又在其成,尾五,綠色衣紅帽, 內蘭就是長龍賽燕,後面四隻,疑昌擁區福朵,尾一興高彩烈,包了最後的馬,是御神龍帽來的,過一千米的斷柱,夏洲騰王就擺在前面走,第二位的馬,有美麗精神,外面智有型已經咬了上去,再見到第四位,內蘭雲彩飛揚,外面中歡笑,第六位中黨還有逍遙區,外面淺藍衣,領航傳奇,內蘭綠色衣,紅帽,是長龍賽燕,後些的馬,福朵拿出去外擋, 尾四中黨,紫色衣,紫色衣,紫色帽,就是右翔其成,長龍賽燕有些勒鼻,慢慢騎起,後些的馬,興高彩烈,宜昌擁區包尾,是御神勇將來的, 好了,入直路的時候,亞洲騰王是尖先的,見到外面智有型就拍上來的,外面位置還有眾歡笑,再見到外面領航傳奇追,外面還有長龍賽燕,大外擋是福朵,鬥到最後二百,亞洲騰王還是尖先,數出來的嘛,智有型,中間還有眾歡笑,外面位置就長龍賽燕,最後一百米到,中檔位置透出,是眾歡笑, 在衛逃,亞洲騰王,最出興高彩烈,上到中間綠色衣,長龍賽燕,接近中間的興高彩烈外面,中間是眾歡笑,兩匹馬相當接近,眾歡笑以為都,在外面 你看看,沿途看看潘先生怎麼跑馬,現在跑回來第三,是不是 2號是4號 你看他所有的不利而以為置的都是發生在他身上 你說一個這麼厲害的騎士 可以發生這些事,包括流閘、漫閘、勒備 1294 看看一隻大業門,上次贏4個馬位的可以出閘 是這樣的 美麗精神 不用看,貼欄看什麼 你又不是剪線 看多兩眼就會粗行加分給你 看來做什麼 在前面,別人在後面懂得看車 7號仔在前面 下周騰王在前面 大家留意這隻 一會兒整隻都會抽起 這隻也不錯 沿著條欄,輕鬆地 然後轉彎的時候,找位置在前面鬥一下 他就不是 你看看他 看著他 看著他 現在在這裏 看他勒備 勒備 跑到這裏尾尾 勒! 你看看這樣,好像拍牛仔片一樣 我都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勒備 你不知道你想避什麼 好了,現在在前面 亞周騰王還在前面 梁家俊這隻馬都拍得不錯 2號仔 我猜他有機會衝上來 有得贏 但又不好 跑得 真的不夠力量 亞周騰王在前面 潘頓現在在這裏 一邊 兩邊 吼! 吼! 那隻9號仔衝上來 12號上來了 然後拿回第三 慶高采烈波健史 9號就是眾歡笑莫雷拉 莫雷拉OK 莫雷拉這隻馬 莫雷拉 上次 氣管多血 跑得後 之前都有位置 最令人失望就是潘頓那隻 不是我說的 大家就是沿途看著他 你就知道 這些 這些情況叫如取如葵 126元 鈴露